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气象主播李富城今天在脸书贴文说,年终岁末,天灾加上人祸,这叫得不配为民进党台南施议员唐碧儿下午回批根本是反制,他说,照这逻辑来看,之前0206梅农大地震,不也是马英九的不配为的结果。 唐碧儿下午在脸书贴文说,六分之二花莲大地震,在这个大家都忙着救灾,募集物资的时刻,国民党议员王欣怡跟前气象主播李富城,扯说这是因为得不配为造成的结果,都已经21世纪了,还有人在说这种反制的话,实在是非常荒谬,照他们的逻辑来看,之前0206梅农大地震,不也是马英九的不配为的结果? 他说,花莲遇到这等灾难,是令人非常难过,也非常痛心的事情,王欣怡身为民意代表,领着国家的薪水,想用纳税人赋予他的权利,李富城还是具有气象专业的主播,他们不想办法帮忙就算了,还用毫无科学根据,怪力乱神的言论来落井下石,简直是令人相当不齿的行为。